底下有关中阴身的提问 第一个 中阴身是否必须满49天才能投胎转世 还是在49天之内 任意一天都有投胎转世的可能 对的 49天是值大多数 也有少数 不到49天他语言成熟了 就是他又去找个身体去了 还有少数啊 49天到了他还不去 还留在中阴 甚至留在中阴好几年 迈至于好几十年 这很少数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呢 他对世间有留念 放不下 比如说他自己住的这个房子他很喜欢 他的庭院很喜欢 舍不得离开 他死了之后他中阴身他不去投胎 他还住在这个房子里头 这就是我们世界呢 大概中国外国都有 所谓 为什么他没离开 或者他有喜欢的东西 就嗜好 放不下他喜欢的东西 你要古万 舍不得 他也不离开 读书人 舍不得那些书本 也麻烦 所以佛教给我们了 凡所有相 皆是希望啊 你可以欣赏他了 不要有占有的念头 不要有控制的念头 这个控制占有的念头很强烈 往往会造成这个现象 一个造成的时候 你死了之后 灵魂会守在这里 不去投胎 对于自己身体 要很爱惜的时候 放不下 很可能变成什么呢 守施鬼 那个守施鬼就是 他不离开的坟墓 他认为坟墓的身体是他 他舍不得离开 往往经过很多年 真的他才会离开 这个这些常识 也都需要知道 哦 嗯 嗯 哦